青春期的成长过程 往往会遇到许多烦恼 又不愿意告诉老师或家长 儿福联盟邀请到艺人严雅伦 分享少年时的烦恼 并且也宣布 从今年7月1号开始 免付费的少年专线即将正式上路 提供一个专业的咨询管道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 常常会遇到很多烦恼 但青少年的烦恼 是否有人听见 儿福联盟赶在暑假之前 宣布7月1号开始 免付费的少年专线正式上路 更邀请艺人严雅伦 担任专线代言人 拿起电话打0800001769 这个专线 你就可以听到非常亲切的声音 你就可以把自己 想要抒发的一些问题 一些感情上面的 同才之间的问题 都可以抒发出来 儿福联盟调查显示 目前国内青少年遇到烦恼时 每三个人就会有一个 选择把心事往肚里吞 不愿告诉别人 成立专线的目的 就是要来倾听少年的心声和需求 陪伴他们解决问题 更邀请贴近青少年的袁亚伦 分享度过烦恼的过程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常常会被家长之间拿来比较 比方说妈妈会说 你的成绩怎么这次考得比 跟你一起在上家教的同学差呢 鼓励青少年遇到困难时 勇于寻求帮助 严雅伦也说 最重要的还是家长跟子女之间 要能够做到互相体谅 孩子真的会有压力 那父母真的也要多多去为孩子想 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看 有时候可能是自己逼太紧 会让孩子真的喘不过气 青春期的阶段 如果遇到烦恼 不要迟疑 拿起电话打给少年专线 寻求专业的咨询帮助 新唐人亚太电视 故隐开物博宣 台湾台北报道